总统拜登在与国家安全团队磋商后 决定遵守8月31日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 此外G7领导人24日举行视频会议 事后发布联合声明表示 塔利班将因其如何预防恐怖主义与人权举措而负起责任 任何未来政府的合法性仰赖于其如何落实国际责任与承诺 确保一个安全的阿富汗 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奇莱特 24日在人权理事会关于阿富汗的特别会议上警告说 塔利班对待妇女和女孩的做法将是一条红线 要看塔利班是否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尊重妇女和女孩的自由 包括她们的行动自由 教育 自我表达和就业的权利 特别是女孩获得高质量的中学教育 将是衡量塔利班对人权承诺的一个关键指标 在阿富汗特别会议辩论期间 约有60个国家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 在多项呼吁当中 包括要求塔利班立即停止对妇女权力维护者的定点清除杀害 美国近日宣布再次延长与加拿大的陆路边境 非必要旅行限制一个月 自8月21日起直到9月21日 此举引起部分美加人士不满 加州特许经营税委会8月23日表示 新一轮经济刺激资金将于8月底发放给符合资格的加州居民 每两周分批发放一次 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估计 近三分之二的加州人将有资格获得600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 有孩子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将额外获得500美元 与联邦经济刺激计划类似 这笔钱将直接存入用于年度退税的银行账户 或者以纸质支票的形式发放 近日南加部分Costco再次开始限购 包括卫生纸 纸巾和瓶装水 且专家表示很多商品将可能继续涨价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供应链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随着德尔塔病毒继续在世界各地肆虐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此外 日益严重的卡车司机短缺 已经使芝加哥的航空集散站陷入瘫痪 货运已经延误了长达两周 南加海市交易所报告称 上周五有45艘集装箱船在洛杉矶港等待驳位 而这一拥堵问题似乎正在蔓延到美国其他港口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8月23日 举行重大项目招商签约活动 签约项目92个 合同额达320.1亿美元 此次签约项目主要涉及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等行业领域 其中智能制造类项目32个 总投资1016亿元 数字经济类项目20个 总投资428亿元 随着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全球传播 引发中国国内新一波疫情 此次博览会被视为中国全面多层次 多元化开放合作格局的具体体现